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真相 今天是戴在齐的最后一个主意 就是我们已经开启进入了信咒里边 在传统里边 很多教会都会把今天定为中枢主义 中枢主义的主题就是会 最教在耶稣光荣的进入圣城耶路撒冷 同一时间 还有一些教会 他们会把今天定为这个受难主义 整个主题当然就是会 最教在耶稣受难的过程 我们英文堂今天的主题 就是最教在耶稣光荣 进入圣城 而我今天的展道 确实会最教在耶稣受难 从耶稣受难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去做出一些反思 我们今天的经课是记载在马太福音 26章14节到27章66节 这是一个非常长的经文 是因为我们需要带大家去重新的经历 耶稣受难的过程 需要帮助大家去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耶稣受难的整个故事 耶稣受难的整个故事 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去认识有关神的一个真相 耶稣受死神 他只是骑着这个炉子进城 只是一个很牵壳的老师 他并没有像一个带领军队去建政的将军 正反的他愿意去接受苦难 死亡 他的特别 顶覆了人们对神的固有的想象 耶稣经历了很多我们不能想象的苦难 这是他的门徒离弃他 好像是摇带 书卖他 彼得上去的不认他 在可西玛丽远 需要去警醒祷告的时候 彼得可西比泰的两个儿子 这是雅各克耶汉 他们却在这个很连肃的时刻睡着了 他们令耶稣去吸望 然后耶稣比这个宗教 还有经济两方面的权力去压逼 他被叫嚣 避受瘀 被这个兵定去鞭打 他死亡的时候 是被孤立和没有评仰去陪伴的 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去看见 耶稣他死亡以前 其中一句说话就是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要离弃我 结局说话是 是福音在诗篇第二十二篇的第一节 我们可以看见 耶稣他所面对的绝望 还有痛楚 在耶稣整个受难的故事里边 我们可以看见 纵然他虽然面对不同的苦难痛楚 他映然的凭着信心往前走 他虽然使用了四篇 二十二篇的经文来护求圣地 去表达他的绝望 但是我们可以在当中看见了盼望 是因为在四篇 二十二篇的后半部分 就是带出盼望 耶稣相信圣地的能力 以及他不用去离弃 或是去决圣地的安排 我们需要凡事 究竟我们如何去对待我们的信仰 我们窝多窝小 都可能好像犹大一样 为了这个利益 去出卖耶稣 犹大的眼中只有利益 只要有利益 谁就是他的主 首先大家或许会觉得 耶稣真的可怜 他可能看错了 看错了人 他怎么会要 要带这种叛徒 帮他的门徒呢 但是 这才正正表示 耶稣基督 是那所有的人 要表示 我们的信仰 并不是所谓好人的倦意 基督造信仰 是给所有人的 耶稣基督的救恩 也是给所有人的 就如犹大这种叛徒 他有自家的 在信徒当中 也一定会有 好像犹大这奔 看中这个利益的人 我们去想一想 我们不一定会放弃 我们的信仰 但是 我们会不会 会有利益 不认识有行 或是这个母行的利益 我们将三地 放到这个七一要的 会计 去胜了我们 跟三地相交的 时间呢 彼得 怕三七不认主 就是说明了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我们的先计 每一个人都要 软弱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彼得一样 我们以为自己 都是一个信仰 很忠诚 很可惜 我们往往都 高估了 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当我们遇到 我们不能控制 或是没有预期 会发生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都有可能 会不应主 悲弃的信仰 彼得 他在经文里面 他在面对的状况 其实 在先世当中 在一些国家很强健 当你 情因自己是 基督徒的时候 你 并有可能 去面对 危险 究竟 你 会不会 以自己的安全 为你自己 去做一种 首先的考虑 还是用 上帝的名 去考虑呢 老实说 我也不敢说 当我面对 这种很极端的 情况的时候 我会怎么样 去面对 在另外一方面 就算不是 这种 跟安全 有关的 极端的情况 当你 遭遇 很大的苦难 无措的时候 你可以 肯定自己 会 技术的 认识吗 很多人 都因为苦难 他们 离开了信仰 我们 不要 杂逼他们 我们 明白 他们的处境 有一些苦难 确实的 很难的 对他们 来说是很难 去承受的 我们只会 为对方 去祷告 我们 希望他们 可能有一天 他们会 归准 这个等待的 时间 可能会很长 很长 甚至是几十年 彼得 他跟西比泰 的两个儿子 在 可惜 马利元 去祷告 的时候 睡着 我们没有 去中心 一些很重要 或是很严肃的 一些事情 耶稣 他在 可惜 马利元 又为自己 这样又 情受的 苦楚 去祷告 他 虽然 比得 和西米太的 两个儿子 去 祭祈 但是他们 这一刻 看不清楚 事情的 严肃性 还有重要性 乱想 他们身体 非常疲倦 最终 他们睡着了 我们 可不可以 好像他们一样 亲 看了一些 很重要的 事情 无论是 教会的 事情 或是 别人的 事情 在别人 眼中 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 确信看了 感觉 这是 很普通的 事情 然后没有用心 地去 完成 最简单的 例子 就是去 祷告 比方说 弟兄姐妹 分享了 他们的 需要 我们可能 很轻易地 跟对方说 我会 为你去 代祷 但是往后 结果 我们忘记了 我们 这些为你 代祷 这些句话 可能永远 都是一种 口头上 给对方的 一种 祭祈安慰 但是 事实上 我们没有 真正的 代祷 虽然 对方应该 不会知道 他应该 不会问你 有没有为我 带头 但是 我们 上帝会 知道 耶稣 他所承受的 受益 被 变倒 真正是 告诉我们 上帝 并不是像 古时 来世 皇帝一样 他们只顾 享乐 不管 名赞 只顾的 上帝 差派 他的儿子 耶稣 回人 他 称心地 经历了 人类的 生活 当他 面对 跟他 面对 不同的 苦难 圣地 不是 告告 在上的 他是 道地的 他 超越了 我们一向 对神的 传统思想 虽然 圣地 看起 好像 不在 我们的中间 但是 我们 其实 我们 可以感受 得到 圣地 跟我们 同行 但好像 主音的 故事一样 我们以为 上帝离开了我们 其实 上帝是 背着我们 去 往前走 今天 我们是要去 反思 究竟 我们 为什么 要相信 这个信仰 究竟 我们只是要去 想 得到 安慰 庆祝 还是什么呢 上帝 猜怕 耶稣 为我们 受苦 我们 会不会 停下来 看看自己的 问题 愿意去 向上帝 请应 我们的 罪 当我们 在 指着 邮带 去 出卖 耶稣 的时候 我们 会不会 停一停 想一想 其实 我们自己 要可能 做人 群 之间 不叫 叮喜他 愿意 我们 时常 都去 反思 自己 愿意去 向 三地 承认 我们的 罪 求主 咱们 我们 阿们 再见